敏国位于现在东南沿海 疆域和今天的福建省大致相当 当时有福州、建州、泉州、张州、厅州等五州之地 第一代敏王是王省之 他被誉为开明第一人 那为什么王省之会被誉为开明第一人呢? 咱们要从王室是如何发迹开始说起 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五代演绎 我是杨丽辉 王省之,光州故事人 祖上四代,以务农为生 他有个哥哥叫王朝 王朝有点能耐 在县里做了个小例 唐朝末年,农民起义不断 受周王旭,带乱军攻下故事 王旭听说王朝兄弟有才能 就遭到麾下为军校 盘踞在蔡州的秦宗泉 受王旭为光州赤士 让他带兵跟着自己作战 但王旭心存顾虑,没有立马行动 秦宗泉大为恼怒 发兵攻打王旭 王旭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就带兵向南逃去 一边逃一边抢掠 他们一路向南 从前州进入厅州 之后又打入漳州 这一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队伍 到达漳州时 队伍已有数万之重 但王旭采取心很重 挥下有能耐的大多招理由杀了 因此王朝心中很是恐惧 这一天 他们来到泉州南安 王朝私下的和身边的将领说 我们抛弃弃子来到此处为道 都是王旭所逼 现在王旭猜忌 军中有才能的人必死 我等朝不保夕 还谈什么成就大事 众讲听后 相拥而弃 他们选了壮士数十人 找机会伏击了王旭 王旭死后 军中众人推举王朝为帅 时任泉州刺史的廖彦若 为人残暴 泉州百姓深受其苦 听说王朝治军严明 现在就在泉州地界 百姓推选了一些德高望重的 拜见王朝 请他帮助除去廖彦若 于是王朝带兵攻打泉州 廖彦若坚守泉州城 但还是被王朝打了下来 公元886年 福建观察室陈延 招降了王朝 并上表请受王朝 为泉州赤史 公元892年 陈延病死在任上 其女婿范徽 自称留后 王朝不服 就派王审之带兵攻打范徽 但久攻不克 王审之军损失惨重 王审之请求班师回去 但王朝不同意 王审之又请求王朝带援兵 前来支援 王朝回复道 等你的兵和将都打完了 我自当前王 以此激励王审之死战 王审之之间没有退路 就身先士卒带兵攻城 这一次终于攻下了福州城 犯徽被杀 之后福建各州都来归附王室兄弟 王室兄弟占据了福建全境 唐廷受王朝为福建观察使 王审之为父使 王审之生着雄壮魁梧 喜欢骑白马 又因其排行老三 所以军中人称白马三郎 王朝对王审之要求阉割 对其失误动辄加以鞭打 但王审之都默默忍受毫无怨言 公元897年 王朝病死 王朝病重期间 没有让儿子们接管军政 而是让王审之掌管军政 王朝死后 王审之先是推荡其二哥王审归几人 王审归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威望 都不如王审之 就坚持不受 于是王审之自称福建留后 上表朝廷 唐廷在福建设置威武军 让王审之任截度使 加同品张使 封狼牙郡王 朱温篡堂后 公元909年 加封王审之为敏王 当时江淮被阳师占据 上宫之路受阻 王审之只好让人走水路 绕到山东 向梁国上宫 但海路并不安全 所以上宫队伍 十有三世都淹死在了海上 王审之治理敏国期间 为人简约 礼先下士 引得中原许多名人之士 前来投奔 他设学校 教授敏地之人一礼教 还特别重视商业 招来海外商股 前来贸易 为此还特意开辟港口 方便海上通商 敏人感念王审之德政 此港被称为甘塘港 公元923年 李存旭灭掉梁国 王审之依然前死称臣 王审之治理敏国三十年 始终对中原称臣 尽量避免战争 给敏国的发展 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内休养生息 整顿励志 重视农业 促进商业 发展教育 巩固军事 使得敏国的经济文化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被后人誉为开明第一人 公元925年 王审之去世 享年64岁 后堂为其上四号为中义 王审之死后 其长子王延翰其位 朝廷受其为截斗使 公元926年 农历十月 王延翰趁中原内乱 建国成王 但依然奉中原为正硕 王延翰长的是一表人才 但他的老婆崔氏 却是个丑女 性格淫荡彪悍 王延翰也管不了 王延翰为人交涉淫逸 选取了大量女子 冲刺后宫 崔氏 妒嫉心极强 把他选的女子 都关到小黑屋中 让人用木屑打脸 用铁嘴刺骨 一年之中折磨死84人 后来崔氏患病 总看见被他迫害致死的人 前来缠绕他 吓得弃绝而亡 王延翰对自己的兄弟 也毫不客气 时常轻视侮辱自己的兄弟 还把自己的弟弟王延翰 贬到泉州任赤死 当年农历十二月 王延翰秘密联合 王延翰兹养子王延炳 一起作乱 时任建州赤死的王延炳 率先攻入福州 当时王延翰还在后宫寻欢作乐 被王延炳捉住 随后裂齐罪状 公补天下 并杀了王延翰 王延炳杀掉王延翰后 并没有自己占据位置 而是开城 等待王延军入城 王延军来到福州 自称威武军留后 上表汤廷 朝廷封王延军 为敏王 加中书令 没想到过了几年 公元931年 王延炳竟然再次起兵反叛 带着棋子王继雄 前来攻打福州 自己攻打西门 让王继雄走水路 绕道攻打南门 王延军派王延达 前来抵御 王延达先到南门 埋伏军士在船上 自己数百骑炸乡 王继雄不便真伪 相信了王延达 王延达刚刚登上王延达的船 就被扶兵杀死了 王延达砍掉王延熊手机 送到西门 王延炳将士们 见到王继雄手机后 立马溃散 王延炳被擒 之后被王延军所杀 公元932年 王延军上表汤廷 说楚王马隐 吴越王前流 都被封为了上书令 现在他们都死了 请求朝廷封自己为上书令 不料汤廷竟然没有回应 王延军一气之下 就断绝了和中原的朝贡 王延军迷信鬼神 特别信任道士陈首元 陈首元以旁门左刀见仓 劝说王延军敬畏天子 于是公元933年 王延军登基为帝 因陈首元网称 见到黄龙出现在宫中 因子改元龙起 国好为敏 追尊王审之为太祖皇帝 立武庙设百官 升福州为常乐府 唐廷因敏国偏远 力不能从 只好随他而去 王延军称帝后 不仅更加迷信鬼神 而且更加的淫乱 其皇后陈金凤 婢女李春艳 银行冠绝古今 那敏国宫廷之中 发生了什么让人 拍案惊奇的淫乱故事呢 等把中原内乱表述完毕后 再回来继续分解 都看到这了 原创真心不容易 请大家一键三连加关注 你动用手指 就是对我的极大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踢就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